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手的贴 贴是在我们训练中是一种防守技术 所谓的贴就是不带进攻性的防御训练 什么时候需要运用贴呢 就是对方的质量比较高 自己还没有不能鼓动发力的情况下 我们用贴的技术 那么贴的技术对身体的要求 对站位的要求有一定的要求 那么这一点我们就会讲这个贴的技术 也让我们的小朋友跟小朋友对练的时候 一个防在反走位防 然后侧身位拉打下良好的技术 好 这一点我们就开始讲这个贴的技术 好 那个贴的时候 反走贴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要站位要好 站位怎么站位好呢 就是说对方拉过来的球 如果我是这个站位的话 那肯定就会痒 站不稳 首先要稳 稳的时候在前提带 身体一定要向前倾 贴的时候身体一定要向前倾 这个站位是最稳的 那这个站位 如果说这个站位就不稳 那这个站位直的就肯定也不稳 那么容易给球顶着 所以说两个脚微曲 前脚间稍微垫起来一点 这个站位就很稳 过来的时候身体能够控球 你来试一下 贴 反手贴 这个站位 对 再拍面 对 来 延一文来演示一下 反手贴 第二点 我们讲的引拍位置 引拍位置千万不能拉往下 在那那么低 因为球过来的时候很顶的 你如果引拍太低的话 它就会变得往上或者往下 最好的是贴的时候 比球高一点 这个时候是最容易控制的 加力也好 紧力也好 你千万不能比球低 所以说我们的引拍位置 一定要在胸口的这个位置 这样子是最好的 不能拉往下 拉往下太多 在这个位置 在教育动员的时候 它这样子切 那就不对了 那这样子是拉 或者撕着动作 不能拉得太下 第三点 我们讲身体的作用 在贴的时候啊 这个身体肯定有这种作用 肯定有这种效果 你不能站在这里 这样子贴 但是是控制不住球的 起码球过来 贴 你来演示一下 你来 你来拉一下 看一下那个身体的作用 怎么用 身体的作用 对 对 好听 第四个 我们就讲脚底啊 就是说 你站位好 引拍好 身体用好 那么的话 我们两个脚底 是不能站 站死的 这样子去贴的 一边贴 一边调 一边贴 一边调 这个脚底要有调整 如果过来就过来 那么贴一板的时候 切记这样子去贴 你看 这样子就肯定 一过来 你就变成 那球一改变位置 你就跟不上 所以说 贴的时候 是脚底是这样子 而言文过去拉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的脚底 来 好 对 对 调整位置 对 脚底调整位置 身体中间压 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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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家看一下 他的脚底 来 看下脚底 身体中间 引拍位置 这是防御性的贴的技术 好 这个贴的技术 我们要注重这几个仔细的方面 那么通过这个方面的运动员的防守就建立起来 跟他的对联也有很大的关系 他能够对联起来 能够贴起来 那么的话 他整个在打比赛的时候 该贴的贴 该撕的撕 有的时候 贴比撕更薄稳 那么对方过来的球呢 质量太高的话 肯定是贴板 好 这一点我们就讲到里 下节我们再见